Hello,大家好,我是Eric 那昨天我已經講了 如何用ETAP做電力潮流分析之後 今天我要來講怎麼用ETAP做 短路故障的分析 那大家知道,首先你要知道的是短路故障有分哪幾種類型 短路故障大概分成兩大類型 大概就是三項平衡故障跟不平衡故障 那不平衡故障裡面它又分雙線故障 就是兩線之間的線間故障 還有兩線對地故障就是線間然後接地故障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單項故障 那其實在我們研究電力系統的 你看到台電的或者是其他國家各種不同的故障事故裡面 其實最常發生的是單項接地故障 對,但是我們可以的話就是從三項平衡故障 單項接地故障 其實你用一個觀念去想就很容易可以理解 今天有一根樹枝假設卡到 譬如說電線桿它是三項的 那它有三條線 那一根樹枝如果卡到電線桿 然後又剛好接到地的話 那這個就是單項故障 你要三根樹枝同時卡到三根電線 然後再同時接地 這個機率是不是相對來說小很多 你就這樣想就可以 你就可以理解說為什麼 單項接地故障是在電力系統裡面最常見的一種故障 好,那廢話不多說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今天我們如果要做短路故障的分析 你就要點這個show circuit 好,點到這個show circuit模式之後呢 我們再來就是要設定我們的study case 好,今天假設我們想要讓這個83 假設這個83好了 它,我們要假設讓它發生故障 我們就點兩下 然後按ok 然後你就會發現這個83是不是變紅色的 那如果你要讓其他的 其他的 八十故障的話 你也可以有一個比較快的方法 你就是按點這裡 然後按右鍵 然後這裡有個fault 就是說讓這個八十故障 那你要讓八十二故障也可以 按右鍵 點這個 先點這個八十二 然後按右鍵 然後點這個fault 它會變成 有點咖啡色這種顏色 就代表說等一下就是我們要分析的故障 那我們現在先分析八十三 八十三好,那你看 右邊這裡有一個 Round three phase device duty 好,那我們先做這個三項的平衡故障的一個分析 好,讓它跑一下 好,那你就可以看到 好,假設這個 八十三它發生三項平衡故障的時候 它的故障電流就是 9.211千安培 好,那你如果沒有出現這個K千安培的話 你可以 呃,就是 你看這裡是沒有show它的單位嘛 那這裡有個show unit 點這個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 單位 然後在故障發生的 一個duty cycle的時候 它的那個什麼 故障電流是這樣流 你就可以這樣看 然後你如果是想要有 你如果是想要看這個報告的話 你可以這邊點 這裡有一個 我們看一下summary好了 然後讓它的報告產生一下 好,那你可以看到我們的報告就在這邊 嗯 我們可以看到嘛 八十三是發生故障的buzz 那 那 你就可以看到說 電流的方均根值 RMS值 就是9.211千安培 然後 XR ratio啊 大小啊 什麼的 你就可以在這裡看 那 這個就 就不細講啦 反正它就是 嗯 在故障前的 這個 嗯 buzz的 buzz的這個什麼 電壓 耳定電壓 然後 故障發生 三項短的故障發生之後的 呃 故障電流 然後還有一些XR ratio啊 之類的東西 你可以去看一下 好 先關掉 那這裡還有一些其他的啦 那比較重要的就是這個 嗯 嗯 跑二分之一Duty Cycle 的那個 所有的 所有的故障類型 二分之一的Duty Cycle 我可以算一下 二分之一的Duty Cycle 我們可以算一下 二分之一的Duty Cycle 是多久 好 嗯 嗯 我們是 一秒是 我們台灣電力系統 我這個生命的電力系統 一秒是60Hz嘛 所以 1除以60 然後 再除以2 對 是除以2 好 那就是大概 8.3mini second 左右 對 那一個Duty Cycle 就是乘以2 然後它這個跑的是半個Duty Cycle 因為你看這裡有寫嘛 他說 這個Max 這個 它就是二分之一的Duty Cycle 那就是 嗯 就是大概 8.3mini second 左右 那我們來跑跑看這個 好 那你現在可以看到 現在跑出來的結果是這樣 那這個應該是我們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結果 那 其實 你如果要選 譬如說 嗯 你這個變壓器前後 要選 嗯 要設定 保護電液的跳錯啊 或者是 你要選 你的 你的 你的CB的 容量大小 你最保險的 方式 你就是跑這個 二分之一Duty Cycle 的 呃 電流大小去去選 譬如說 呃 這個 這個圖看不出來 但是通常我們在電力系統我們的 負載 譬如說像這邊有個負載 這邊會 所以 它的前面就會裝一個 C米 嘛 或者是一個 如果比較 低壓的負載 那就是裝一個 裝一個Fuse 那 Cable的話 像這種電纜 Cable它前面一定會裝 呃 GIS 或者是 GCB這種 Breaker 對 那你在選 你在選 或者是像這個Bus 它上面有很多的 Branch 那你在選 CB的時候 你就可以根據這個 跑出來的 故障電流 大小去做參考 一般是 如果是 法規的話 應該是 乘以 乘以1.25倍 還是1.3倍 我有點忘記了 還是1.5倍 這個實際 要乘以多少倍 你要去參考法規 但一般就是 我們在選購 CB的大小的時候 你就可以 用這個下去做參考 就是 1.2 Duty Cycle的 最大故障電流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報告 這個報告的話 我們選 你一開始 你可以選各種 不一樣的來看 譬如說 Single Line to Ground 就是單項解體故障 你可以看嗎 好 那我們產生 報告 讓它產生一下 等一下 好 那你可以看到 就是說 Contribution 就是 它每一個 匯流牌 它故障電流的貢獻 譬如說 從這個84到83 從84到83 它貢獻的故障電流 這裡就有寫 0.563 84到83 就是 這邊有一個 這個 啊不對 這個應該是要 選 不然我們直接選 這個應該是要選 show circuit report 因為它上面顯示的數據 全部都會是 三項平衡故障 那我們就來看這個 那我們就來看這個 show circuit report 就是 在 三項平衡 故障的情況下 好 它的故障電流是多少 譬如說從 84到83 就是0.563 對跟這一樣 0.563 然後從 85到83 看一下喔 從85到83 是0.302 就是302 安培 85到83 沒關系啦 這個 不是很重要 這就是 它每一個 bus 在不同 故障的情況下的 貢獻 那我們 可以看這個吧 報告的 summary 總結 那你就可以看說 它的 各式不同類型的 故障的 的結論這樣 我們 我們 我們直接看 就是 83 它在 各式不同類型 故障它的 故障電流 比如說你看 它如果發生 三項平衡故障的時候 它的電流 呃 時步是0.835 虛步是 負的 9.173 那 單位都是 千安培 然後 二分之一的 cycle 就是二分之一 我剛才講過了嘛 8.3 好 那大小就是 9.211 然後 單線結地故障 最常發生 而且故障電流 會是最大的 你可以看到 9.575 然後 線間故障 7.999 就大概8 千安 然後 雙線對地故障 就是 9.459 好 那你就可以 從這個報告裡面 看到說 它的 嗯 它的故障 故障 電流的 大小 那 它 它這裡有 特別的標註喔 Line to Line to Ground 就是 雙線對地故障 電流 它取 它取 比較大的那一個 因為 雙線對地故障 它有好幾種嘛 A向 A向 B向 對地 A向 C向 對地 跟B向 C向 對地 然後 取這三個裡面 最大的值 出來 做這個 就是 顯示在這上面 這樣 好 那 大概是這樣 很簡單嘛 你可以自己去設定說 你自己想要 它 發生了故障的Case 你也可以設在 84 85 82 然後 在 不同的 情況下 發生這個 這個故障 那 其實 短路故障 嗯 短路故障分析 它最主要的 用途就是 用來選我們的 嗯 做這個 最主要的目的是 用來選購我的 那個什麼 保護 保護 開關 就是說 你要選 必須要選 大於1.2到1.5倍 它有一個數字 你要去查法規 嗯 的 那個什麼 嗯 CB 然後 它才可以承受 這麼 它可以 才可以起斷 確保說它才可以起斷 這麼大的 故障電流 對 那它對於 保護電液的 協調設定 也是有 一定的 嗯 就是 也是會 之後也是會用到這樣 好 那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歡迎按讚 訂閱分享 我是Eric 我們 下次再繼續看 別的 Case吧 先這樣 拜拜